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22日 星期六 來到晚上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旺角在鬧市突然有一支竹子飛下來還傷到人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邊廂局長奴寵茂被問疫苗通行證存費問題 大家知道近期局長又在說那件事敗訴 很多人都關注防疫措施的去向 局長就著疫苗通行證究竟繼續用還是怎樣 有最新說法和各位一起了解香港的防疫措施最新發展 另邊廂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牆是對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路友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旺角鬧市天降飛竹 擊傷了四歲男童 警方拘捕了一個男子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 旺角鬧市發生高空墮物傷人意外 今天是下午1點多 一名四歲的男童逃經乃路神街11日 遠東發展旺角大廈對開的時間 樓上外場棚架上突然有一支竹飛墮而下 當場擊中了男童的肩膀 同行的家人是立即報警求助 警方接報到場照救護車將男童送往廣華醫院 警方經調查過後拘捕了一名43歲姓楊的男子 正在調查事件原因 幸好那個男童看來傷勢不算太嚴重 不過說差一點點就突然間這麼高 有一支竹飛到街上 據了解拘捕了人 還調查為何會天降飛竹 另邊相看看這則消息 有關勞寵務局局長 說商業電台的新聞報道 抗疫不走回頭路 疫苗通行證必須繼續執行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 醫務衛生局局長勞寵務 在施政報告記者會重申 今屆政府上任以來 退出多項風險管理和精準抗疫措施 在平衡疫情風險和社會發展之下 穩妥向前推進 確保不走回頭路 他表示接種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防疫策略 政府會採購先進疫苗 以最大的努力提升一路一右的接種疫苗比率 他又表示可以肯定告知公眾 疫苗通行證是抗疫必須的項目 將會繼續執行 另外盧寵務表示外國已經有 取消口罩令的國家 正在研究重新考慮要求市民戴口罩 反應戴口罩是重要的防疫手段 他認為本港現在一老一幼的疫苗接種率仍然不理想 今年頭9個月一共有9位11歲以下的兒童 染疫離世 數字是嚇人的 只沒有接種疫苗有感染風險 強調會堅持執行疫苗通行證 他又表示施政報告因應人口老化和公營醫療的壓力增加 提出加強基層醫療發展 政府會成立專責管理局統籌公司界別的基層醫療服務 包括推出三年先度計劃 先選出糖尿和高血壓高風險的市民 加強篩查和檢查 政府會資助一半費用 政府亦會改善醫療勸計劃 包括夫婦共用擴大可用的範圍 加碼到2,500元等等 鼓勵長者用於預防和管理健康 下個月舉行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高峰論壇 與會者獲豁免部分的防疫措施 醫務衛生局局長勞寵某就表示 政府根據大型國際盛事的性質 人數和場地等等 設計具有針對性的防疫政策 確保活動順利舉行 不是對香港市民不公平或大勢超感 醫務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重青就表示 正同金管局協調這次投資高峰論壇的安排 目的是展示香港重新與外地聯繫 當局會確保方便活動進行 同時能控制疫情傳播風險 他指到時會與與會人士 他指到時與會人士需要接受核酸和快速檢測 需要留在指定酒店和活動場地 確診過後 旁邊安排和其他人士都一樣 到時當局亦會按航班情況安排點對點的交通送與會人士離開 以上來自商業電台的新聞報道 盧寵某局長被問疫苗通行證 盧寵某局長說很有信心說給大眾 一定會繼續執行疫苗通行證 不過沒有說到會執行到何時 其實各界都不是要求你立即取消疫苗通行證的逐步 起碼有個時間表、路線圖才行 另變相說到現在是抗疫措施 現在的抗疫工作很重要 有些地方本來已經取消口罩令 現在也要重新考慮 戴口罩 問過市民的意見 而相信在這一刻大家未必會反對 要繼續維持戴口罩就要戴 不過在疫苗通行證要求打疫苗方面 不應該那麼死板 應該大家都看到 接種率其實也不錯 既時如此 逐步放寬一下 安心出行、疫苗通行證等等 其實這樣才是正路 不知道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不妨劉幹言大家一起聊聊 另邊雖然也說過這則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戶口的存款 一夜之間幾乎清零 剩下50元 那個存款的市民聽到原因 之後就崩潰 就說錢放在銀行也不安心地說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放在銀行的存款竟然一夜之間消失 有台灣的網友在網上發貼文指 他的銀行戶口的錢 突然之間由約摸16000元港幣 變成只剩下200元新台幣 即約50元港幣 向銀行查詢的時間 估不到職員的回復 令到他傻眼 因為他的錢被儲蓄到某個電子支付卡 但他從來都沒有用過那張電子支付卡 事主再問支付卡公司有沒有補救的方法 獲回覆只建議他報警 各位網友在爆料公社群組發貼文 他在說事發在9月1日晚上7點多 他睡醒發現戶口存款突然之間 沒有了 只剩下50元港幣 即時支電銀行凍結賬戶和查詢的錢流向 他引述銀行職員指他的戶口的錢 已經儲蓄到某張電子支付卡 令到事主相當之震撼的 就說我從來沒有用過那張卡 我詢問銀行我沒有用過 怎麼會自動儲蓄 他們回答不知道 請我先去報警 向那間支付卡公司查詢 這單網絡熱話雖然發生在台灣 但近期因應電子戶口 那些網上銀行的情況 有點論盡 日前香港就習慣 有一個人因為應騙圖的要求 下載了兩個app市在電話上 結果900多萬的存款被人轉走了 各位老友記多加小心注意 就無謂下載不明耐力的呈聲在電話中 以免因此失財 另一邊雙耳也說過這則網絡熱話 話說有網友就怒戚 香港的父母帶嬰兒旅行 上機就哭到下機 家長反擊就說不帶的話是不是你幫我臭 報導的內文是 近日有網友在連登討論區 這個大兩歲以下的BB 去旅行都不知道是什麼心態為題 表示在搭飛機那程的飛機 表示在搭去日本的飛機途中 有BB在相機哭到下機 但BB的媽媽爸爸毫不理會 只是顧著聊下機要去哪裡 去哪裡吃東西 吵到擦天 當這個事主以為下機 可以清靜一下 怎知道又會跟那個家庭搭同一班巴士去場 令到這個事主十分崩潰 鐵文一出隨即引來網民的激變 更加演變成罵戰 雙方對事件各辭幾件 有之前事主的網友就表示 好心就照顧好自己的BB 最起碼都控制一下他 亦都說小朋友哭是因為不舒服 又不懂得用言語表達 家長就只顧自己開心 但另一方面的人就表示 怕吵的話你就坐私人飛機 有網友就表示 不忍心把子女放在香港 放下他們在香港那麼孤獨 更加表示你示範一下 怎麼控制嬰兒 不要哭 不讓兩歲搭飛機 地鐵巴士是否應該都不可以搭呢 這樣說 這單罵戰是繼續持續當中 不知各位網友又有什麼意見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